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心弦被波动的 不只是福尔加河畔的你们 还有黄河岸边的我们 因为俄罗斯美丽动听的音乐 早已经乘着翅膀飞到了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远处上褶蝌 叶车飞快地奔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再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 轻而不爽啊 在这迷人的外上 夜色多么好 轻而不爽啊 这些歌曲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中国 几乎家喻户晓 并且对中国的艺术创作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首爱情歌曲 《红梅花而开》 在中国也很受欢迎 这是电影《九妈》的片尾曲 被贝加尔胡深深吸引的 不仅有徐征 还有李健 李健是中国内地实力派的歌手 能写能唱 口才也不错 2011年 李健到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市游玩 被贝加尔胡的壮丽景色所打动 于是写下了这首非常具有俄罗斯风格的歌曲 《贝加尔胡畔》 就连俄罗斯的朋友也说 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首俄罗斯歌曲呢 相信这首贝加尔胡畔 一定能够张开翅膀 飞回贝加尔胡 中国的流行音乐 最早起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上海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 涌现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歌手和优秀的作品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场音乐时光之旅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上海最有名的女歌手周璇》 《上海最有名的女歌手周璇》 《上海最有名的女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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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校园歌曲飞进了中国大陆,引起了校园民谣的热潮。在大学的校园里,经常会看到一群学生聚在草坪上,餐厅里,弹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地唱歌。 1994年,由高晓松作词作曲《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问世》填补了中国内地校园歌曲的空白。 这首歌是高晓松在给女朋友梳头发的时候突发灵感写下的。 歌词简单直白,吉他伴奏朴素清爽,再加上老狼低沉沧桑的深情演绎,不知道表达了多少年轻人的浪漫情怀。 1983年,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古音演唱了《相恋》。 《相恋》不仅仅是一首歌曲那么简单,因为这首歌从节奏、歌词、旋律到演唱的方法都有创新,是中国文艺走向多元化的标志。 与李古音一起活跃在流行乐坛的,还有蒋大为。 《相恋》。 关牧村。 一度春风秋雨,小鸟儿一张歌,又壮又高。 朱明英。 《身穿大红袄》。 《头戴一枝花》。 《颜值和弦奔塔的脸上藏》。 等一大批优秀的歌唱演员。 他们演唱的歌曲《家喻户晓》。 俄罗斯歌曲《卡丘莎》。 《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 《勇敢战斗包为苏骨》。 《她就让爱情永远属于她》。 山楂树。 《猫蜜的山楂树》。 《三套车》等等。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广为传唱。 崔剑,中国内地摇滚第一人。 她的歌曲《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 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正式诞生。 其后,《黑豹乐队》的首张唱片《黑豹》。 《唐朝》成为了载入中国摇滚史册的经典唱片。 20世纪90年代,香港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和黎明。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忘情水》,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演唱的。 刘德华不仅唱歌,还演了很多电影,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 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艺人。 北京姑娘王菲,高中毕业后,随父亲移居香港,学习生日,后来成为一代天后,现定居北京。 台湾艺人周杰伦会写歌,会唱歌,会弹琴,是几代人的青春偶像。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电视选秀节目引入了中国。 通过《超级女生》,《星光大道》,《中国好声音》等挑选歌手的真人秀节目,一批优秀的歌手脱颖而出。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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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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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你喜欢听的歌曲 你还可以通过K歌软件 与朋友们在云端演唱自己喜欢的歌曲 把你唱的歌录下来 发布到网上 你就可以等着收获你的粉丝了 随着对移动网络应用的不断开发 歌声真的可以随时随地插上翅膀 自由飞翔了 自由飞翔了